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叔亮哥 近日全王梅威射又在此付出烙金了 结果金银又舍不到两个回合的时间 就将招唱未来给KO了 并且拿走了丰厚的奖金 其实在他们俩之前 又一场比赛也是同样精彩的 那就是由梅威射的保镖 鸡翅对阵日本皇子的比赛 现在的鸡翅已经40岁了 而这个皇子则是一位踢拳手 但是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战绩 只能算奥流拳手 现在的皇子年已才只有33岁 结果梅威射的保镖广场比赛的表现 也让人大跌眼睛 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在这一日 鸡翅和皇子在称重花博会的时候 就已经进盘怒战 或者在花博会上就差点大打出色 而在梅威射和招唱未来见面会议时 鸡翅已表现出副主心切 直接怒退了招唱未来 比赛开始后 皇子想以连续重拳重击鸡翅 结果被他抱住了 紧接着鸡翅以收门的后手拳 将皇子打退了好几步 不过皇子也毫不失落 马上以上高拳还颜色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 皇子就抓住机会 以重拳重击了鸡翅的面部 不过鸡翅也不是一个使用的灯 马上已连续重拳打了回去 接下来鸡翅渐渐开始建立 优势以重拳暴打皇子 首回合鸡翅还是占据三框道 第二回合的时候 鸡翅马上以收门的后手拳先发制了 而后在双方对兵过程中 鸡翅抓住机会 以重拳将皇子击倒 皇子还是挺感受的 马上已连续重拳回击 接下来在双方对兵过程中 鸡翅惨遭皇子 以前手拳重击的面部 而后虽然鸡翅也在以重拳回击 但是明显可以看出 鸡翅的出拳速度变慢了 紧接着直见停了下降的鸡翅 多次用出摟爆动作 鸡翅也惨遭裁判警告 或许是规则限制了鸡翅的防徽 接下来皇子开始发力 以连续重拳将鸡翅打到 有点摇摇晃晃了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只见皇子开始爆发 对鸡翅救死连续重拳重击 鸡翅也被直接打门了 是回合铃声救了鸡翅一次 而这个时候 梅威斯的正在后台备赞自己的比赛 全然不知他的保镖现在的处境 第三回合才开始没多久 皇子就抓住机会 以连续重拳将鸡翅打飞击到 鸡翅凤里站起来 尝到裁判才行独妙 偶后皇子蹭蹭继继续发起猛过 虽然鸡翅也在作者凤里的挣扎 但是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了 最终皇子抓住机会 一记说满的走过拳 直接可以由鸡翅赢了比赛 鸡翅也被这一拳再次打灰烙 全场比赛下来 鸡翅仅仅接持不到 三公合合的时间 就被两次击倒停了 或许也正是应验人的那句话 隔寒路隔山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一眼体育赛事 由我大嫂三半 我们下期见会